大家好 大家好 初一大视频 耶 你怎么高兴了呀 今天暴露了我的真实身高 我1米72 1米79 来我采访一下1米7以上的空气 是不是很新鲜呢 倒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 因为我也没尝试过1米6的空气 那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呼唤一下 平时穿衣风格放会 快出什么样的啊 小火锅啊 这样呢大家以后买衣服 是不是就一个 参照呢 下面我们来展示我们的第一套服装 从我开始说起吧 我这个衣服呢 就是属于一个上身非常宽大 非常宽松很长的这么一个板型 那么下面呢 我就会配一个非常紧腿的一个leggy 鞋呢我会选择这种袜子鞋 来显示哎 我们的腿哎 比较的修藏 您不用钱啊 不用一条活物吧 好吗 现在请2号女嘉宾来讲解一下小个子穿搭 在冬天的时候 我一定经常要背着健肺消失片 因为呢老吹肚气儿 哎 张良 张良 我也不能暴露我的身材缺点 所以呢我里面会穿一个短上衣啊 然后这个工装裤啊 然后这个里面啊 该C丝高件C丝高件 哎你可以穿那个最近流行那个厚点 那个狂威其实更好看 但是暴露自己穿了四厚底鞋了 哦 还要还要还要在这个视觉上哎 假装哎就是腿 哦 哦 不能穿厚点鞋啊 你这样写出来你是刻意好像往高的穿 你是把丝高件你往这里 C 谁知道呢 家人们把穴道呢打在公屏上 老子的换院 哎 哈哈哈 礼貌吧 你礼貌吧 哈哈哈 我这个时候就是 人家一般就是视频会拉腿 你知道 我就拉上去的时候 没拉腿 拉着我的手 这衣服呢 就是啥概念呢 家里有三个孩子 老大穿着衣服穿不了了 继承给老三 我就是你老三 哈哈哈 你是老脖子礼貌吧 哈哈哈 你也家里穿不就好 就是这个衣服呢 可能是小学三年级买的 生穿到了六年级 一位妈妈不给买新衣服 咱就是说先抛开这个size 我说 阳腻的 下半身消失风 我永远都不可能穿 不是说显腿短的问题 我没有腿 我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啊 这裤子呢 再长点 倒不难看 不难看 Next 我们马上进入了 有点正装的战略啊 你看我这身呢 是一个小苍绿的 非常宽松满的西服套多 正适中又透了一丝小慵懒 很随意 在我穿比较假装正式的衣服的时候 其实也会要 勒住我的优先 哈哈哈 这个是必须给我勒住的 然后另外呢 我觉得小哥的女生 其实就只要你别穿那种 看着太矫情的JK啊 咱穿的 40 没毛病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你对于我这个袜子 产生了一丝疑问 是不是以为就是说 袜子从这儿砍一阶会显腿短 对 但其实一定要搭黑袜子 我觉得就跟这个袜子鞋 其实是一个一个逻辑 就是说其实就是 袜子鞋真的挺前腿西的 滚招 怎么还垫脚尖呢 什么进去啊 你这鞋也有点小 我这四行的脚真塞进去 视频审则爸爸 不要那个乱审啊 我们这个主要是因为真穿不进去 不是在搞X 哈哈哈哈 怎么说呢 就是他穿是雪闷 我穿的是在他们学校轮口收宝 我看学姐 对 看着看 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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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 看看 没点钱啊 一会儿让翻出来 我告诉你 我给你们说93块钱 哈哈哈哈 你原来不是干过这个呀 你一样有点熟练 就是咱好好说 我觉得 他这个是属于怎么说呢 跟气质这块有关系 跟个儿关不个儿没太大关系 就是我长的这样吧 本来就比较显得有一些成熟 在家内 就要违和 这个就是我本来以为我穿上之后会特别丑 但是我应该就是这么认为的 对 但其实我觉得还好看 就虽然是 这个擦地擦的可能更干净 小耳朵洗货眼了 实在是有点难受 实在是有点难受 就是我觉得你别记上 对 松开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个穿搭上的思路 这张线的破手鱼其实特别显 所以想着好 Next 这眼毛衣吧非常神奇 是我春节为过年时候的质版的一件棉货 过年穿的一件红毛衣 这个人还非常地拽逼着呢 就是在我想要就是小小的骚气一下的时候 就可能会这么穿的 咱这个中段呢是一个保留节目的 中段 因为下来身的咱也知道 其实别人不可看 大方等等的 就这种中旬就很挑款 如果小个子 你就像是有一个这种 你把这个叉被裂开 就露出来的一条 就扬长的 对 是云来我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尖头裸色的高跟鞋 因为跟你的脚拥的 对 所以我的腿就鞋成一片 就如果紫色换成一个黑色的高跟鞋 肯定会觉得跟这个裙子更搭 但是腿小腿就会短一些 假的了 换一下吧 我这个职业有点职业 你这几号来自哪啊 我这有点存疑啊我这职业 你这职业不小 咱把脸喊了 我这笑死我了 你还没了 然后我觉得我这一趟咱就是说 就像他这种 毛这种宽通的衣服从来涂穿 我这就是熊瞎子 就是来自于德国师 跟那一只大黑熊 确实得是雷霆嘎巴哈不上了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裤子 我真的绝对不可能穿的 就我这腿 这大蒿 都感觉要爆炸了 没有可能会穿一个 宽装一点裤子 马丁轩 就等于上边是粗 我也看不出来 不会把腿的轮廓给 勾过得除此清晰 然后就看见脚脖子那块 就感觉整个人和谐很多 以上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 希望能给你们秋冬在穿单上 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帮我们转变点关注 来跟你调问哦 我是泽莉 我是沙莉 我们下次再见 Bye